學校是我非常珍惜的段光年 一下是藝人 然後一下是學生 我會因為工作不能去學校 畢業典禮沒有到 畢業紀念冊裡面的照片沒有我 我都會非常的難過 當下會覺得有點惋惜 就是覺得可惜 但後來就覺得沒關係 這也是我回憶的一部分 這些年那些事